什么是音标 什么是拼读 今天一个单词给你讲清楚 来 今天我们学一下山羊这个单词 好 首先呢 这里是单词 这里是音标 我们先看到音标这里 把它读对读准 第一个 很简单 发音是 这是个轴辅音 读重一点 好 看到中间 这个部分呢 哎 同学们 这是一个双元音哦 不要把它拆开啊 这是一个双元音 直接读 哦 哦 就可以了 就跟你学那个26个字幕里边的语言的那个啊 语言的那个字幕的读音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直接读哦 最后一个轻轻的发 我说一下 同学们 这个读音呢 很多同学比较容易读错读中 不是的啊 不要读那么重 它的发音很轻 轻轻的发 就可以了啊 好 来 我们知道各个部分的发音之后 好 同学们 来 我们一起来拼读一遍 那这里呢 就涉及到什么叫拼读了啊 同学们 拼读呢 是我们学习发音的很重要的方法 既可以拼读音标 也可以拼读单词 很简单 就有点类似同学们小时候 学那个拼音的感觉啊 来咱们试一下 从左往右拼过去 就是 再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音标的拼读 那么读的时候 同学们啊 老师经常讲的吧 一定要用拼读的方式啊 不要一口气把它读吧 你会发现很多同学就是这样 习惯了一口气读完之后 导致后来就是遇到稍微长一点的单词的时候呢 他不会读 或者说很难拼出来那种音标的吧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拼读的方法练熟 这样的话呢 以后即使你上到高年级 遇到很长的单词和音标 你都可以快速准确的把它读对 好 拼读完音标 看到单词这里 我们看看单词当中的字母 或者字母组合是发什么音的 我们很多同学呢 不仅要读对单词 还要写对 拼对 所以呢 了解完它的发音规则规律 对同学们去写单词很有帮助 来 第一个字母G 经常发音就是发G 这个发音我相信对很多同学来说都比较熟悉了 对吧 很简单 来 重点看到中间O和AA 诶 同学们 这个呢 是一个字母的组合 老师刻意把它标出来绿色了 而且同学们 注意啊 而且他们的发音是唯一的 是固定的 这两个在一起直接读 O 这个发音就可以了 来 最后字母T发T 你看这个单词是不是非常简单 很符合发音的规则对不对 从这里划分一下 从这里划分一下 是不是很清楚了 一 二 对吧 一 二 三 来 拼读一下 G O Go 就可以把它拼读出来了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把这个音标学会了 那么以后呢 你就可以通过音标 把单词读准读对 而且通过音标的读单词是最准确的 然后呢 有你在了解单词当中 对应的字母或者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则 那么很多单词呢 你看到它就可以把它拼读出来了 甚至拼读完就可以把它给拼写出来 好了 同学们 那像这种音标啊 还有这种字母或者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则规律的话呢 在我们完整的发音课当中 都有详细的总结 还有专门的练习 来 这个单词你拼会了吗 拼会的同学记得打卡 学会两个字 如果你是零基础 或者想从零开始学所有发音 你也可以学下老师玩讲发音课四合一 好 我是Heddy 关注我 轻松学语